你好,我是Clement 自从我国放宽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后 民间不时提出学校将新学年恢复到1月份的要求 对此,教育总监拿督卡鲁丁表示 如果要恢复到1月份开学的话 就必须牺牲学校假期 那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中小学生 在这个2023、2024新学年里的假期会被影响了呢? 教育总监拿督卡鲁丁表示 如果牺牲学校假期 我国的确可以很快恢复每年1月份开学新学年的制度 不过,教育部并没有建议这么做 原因是,如果没有了学校假期 等于老师和学生都无法休息 因此,教育部决定在维持每个学年 最少190个上课天的大前提下 一点一点地挪动上课天数 如此一来,几年后就可以恢复到新冠疫情前 1月份开学的制度了 而根据教育部早前所发布的 2023、2024学年 学校上课和假期表显示 中小学一共可享有5次的学校假期 有关的假期分别落在4月、5月、8月、12月和隔年的2月 当中第一学期和第三学期 各有两次学校假期 至于第二学期则只有一次的学校假期 我国中小学已经陆续在昨天和今天开始新学年的课程了 早前开学的第一天,焦点是直接上课 但这一次教育部下令全国学校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里 改为进行娱乐性教学 目的是促进老师、家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并能让学生热身为接下来一年的学习做好准备 谢谢收看,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